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有時候你可能要做這個報名或者線上問卷調查 那Google的文件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 你看這邊有一個叫做什麼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長得很像 對不對跟Excel一樣一個是四章一個叫表單 那表單就好像我們網頁上那個給你填資料的 只是他很重要的 當你填完了之後 他自動就 會變成什麼一個Excel檔案 所以你要做統計就很簡單 事實上我們平常都有發那個紙張的文件 最難的 不是填寫 是最後面那個統計 因為你要花時間把它一個再去核對之後你選的是哪幾個 然後去做 做勾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 像我在這邊給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這樣對不對 有一個表單 表單的話一般 最常見的就是什麼 像這種所謂的多選題 對不對核選的 那萬一有操作這個範圍就加一個其他 另外呢可能你會有所謂的 下達式或者像這種填基本資料的 對不對 填基本資料 事實上 還有什麼 下達式的選單 那他還可以做更複雜一點點的 比如說 假設你今天選擇的這一個 這一題 那我可能後面 我們一般可能會做一個分水嶺 對不對 你如果達了A就請往右邊走 WB就請往左邊走 有沒有 就跳哪一題之類的 那 這個呢Google表單上也可以直接做 也可以直接做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我先編輯一下好了 好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上面可以看到 總共有13個人做回覆 對不對 我可以直接從這邊看一下 看一下 栽要 有沒有統計就出來了 很簡單嘛 還要自己統計 太麻煩了 拿一個產業的多少人 有沒有都 看得出來 很快 那如果他填的是基本資料 就在這邊就直接做了 這樣會啦 所以很方便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是基本的這個我就不要給你看了 反正下面有啦 就是像這樣子 那 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來試看看 從這邊 借你一個 表單 好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選擇一個主題 好看你要哪一樣的一個 好像那個布景主題一樣 你可以自己選一個 好自己選一個 好假設你想要用 用這個好了 藍色的 選好了之後按確定 你可以給他一個標題 好 好確定 接著 他這邊就有問題給你了 你的第一題 請你填你的基本資料對不對 好比如說這是姓名 OK 姓名的話呢就是什麼 單行的 那如果一定要填寫這個要勾起來 必選 OK你就把它完成 這樣第一題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重複的類型的 你就直接複製 對不對 你的什麼 單位啦 完成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那 超過這個的你就直接 新增 看你要哪一種 像現在有比較多 那個問卷調查 會用什麼 用分數來代替的 有沒有 滿意的是代表5 對不對 非常滿意5 然後什麼 滿意4啊 然後 普通啊 3啊 他就有一個那個 數字的 數字的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個也可以 他比較特別就是他還可以所謂的區段還可以分頁 像我剛剛講的如果你 貼了某一個資料之後 貼了回答這題你要跳另外一題 就是用區段的方式 好用區段的方式 那我這邊 先單純一點點 他最近有增加一個就是日期跟時間 因為有些時候你可能要在人家挑 哪一個日期你比較OK的 他可以自己讓他自己選 好讓他自己選 這比較特別 那 單選的 假設我增加一個單選的 比如說我這邊可能有一個職業別 對不對 那第一個 可能是 金融 好 第二個 然後如果你其他的就直接新增其他 對不對 這樣就出來了 假設也是必點就完成 這樣就好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就先暫時不講 就 類型就不錯了 我們來看下面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叫做確認頁面 也就是說他如果這個表單好了 是不是要送出來 那下面呢你總要感謝人家一下 所以下面這一段話就是什麼 他送出來的時候會出現的那個文字 你可以在這邊寫一下 預設的話呢 對方是看不到我們那個統計結果的 因為我們預設是不公佈 所以如果萬一你要公佈的話可以在這邊把它 勾起來 就是你可以公佈 甚至 你 如果有回應的 他還可以編輯回應 不過我想大部分這個比較少 大部分比較少 如果 尤其是報名我們一般都不會 希望他看到 所以我就先這樣 然後就傳送表單 表示這個表單已經怎麼樣 做好了 做好了 其實 這個呢 你可以單純給他一個什麼 超連結 也可以 所以 那我現在 或者透過email寄出去 我現在就先暫時這樣子 好我就 好了之後呢 我們新增一個 好確定 建立 OK 現在呢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做好了我直接查看什麼 表單有沒有出來了 對不對 別人看到會像這樣 好在這邊 好 好 OK 金融 其他 假設這樣我把它提交 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文字出來了 在這邊 那因為我剛剛沒有公佈 統計結果 所以這邊看不到 可是我們重點是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一個回復1了 在這裡馬上就知道了 好馬上知道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直接 查看回應 就可以看到這個 有沒有一個Excel跑出來了 誰什麼時候填的 填的內容是什麼 是都在這裡 所以你要做統計就比較方便 那這邊就會 剛剛有一位老師有 有遇到這個問題 同步的時候 假設你用這個雲端同步的 那你也傳我也傳 假設都傳同一個檔案 檔案會有一些落差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變成Google文件 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我們還有工具可以這樣用 你看在這裡 請問你有沒有可能 每天 有空沒空就上來看一下有沒有 人家報名 這樣有沒有覺得有點累 所以他有一個自動通知的功能 在這邊 在我看一下 在通知規則有沒有工具裡面有個通知規則 看到的齁 點進來 你可以選擇 有任何變更就通知我 或者是什麼 有新增 有使用者 送出來的時候就通知我 這樣你了解嗎 就是有增加的時候 他就會 寫一封沒有告訴你 這個已經有變更了 那所以如果假設這份文件 是有多個人一起用的 那今天他改了 或者他改了 我也會收到通知 也會收到通知 這樣子 你就比較清楚說有誰改過了 對不對 所以用雲端的一個 你轉換成那個Google文件的好處就在這邊 這樣會比較方便 你也可以選擇要不要每日都給你一個摘要 還是要即時的就送給你 你如果是這個比較熱門的 你怕說這樣會打擾到你 就一天一個摘要就好了 譬如說今天增加了10個 那他就一天寄一封信給你 你不會收到10封 所以有些人把這個東西用在哪裡 用在當作是網站上的留言版 反正有留言我就會收到通知 對不對 對所以這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 就在工具裡面的所謂的通知規則 通知規則 那我就把它還給各位 這個是比較 Google表單上比較特殊的應用 那 這個上面其實他說真的 他現在能夠填的那個項目 事實上還蠻多的 就那種調查的 選項還蠻多 還算蠻靈活的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 網路上找找相關資料去玩看看